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在这说三峡武艺 包括三峡剑 童林传 也叫雍正剑侠图 这一类的人物一出场 短一斤小打扮 这叫管打书 以侠客意识居多 第二类叫袍袋书 什么叫袍袋书 两军将场 上马打仗 功成略债 这一类的你看人物出场都是顶盔挂甲 赵薄束袋 手里端着长家伙 跨下有什么名码 这一类的这叫袍袋书 你看这个短打书跟袍袋书啊 这个界限不是非常的明显 你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书能区分出什么叫短打书 什么叫袍袋书 你举个例子吧 这个水浒传 你看这个水浒传108元好汉啊 有骑马的有布下子 有的时候是骑马的跟骑马的打 有的时候布下子打 这个很难区分说哪个是袍袋 哪段是袍袋 哪段是短打 那么和这两种书区分的非常明显的呢 就是这个第三类的叫神怪书 神怪书嘛就是 胡仙啊 女鬼啊 神仙妖怪啊 这一类的书啊 比如说西游记啊 风神榜 刘斋 这一类的叫神怪书 配合我是怎么着 别吓我啊 不是说神怪书 你看这个神怪书比较好说 为什么呢 神仙呢 干什么事都摸不着 对不对 你说今儿如果台上我说错了啊 我为了留一扣子 为了让你名接着来 主人公啪 我给说死了 这不要钱 为什么神怪书 明儿开书了 我找一他师父 找一他能耐大 我的旧伯 神怪书好说 但是你看这个 短打书跟袍袋书就不一样了 这书都有情节 有主人公 这个能耐呢 都有排着的 按着名字排着 这不能随便说 你说死了 这没法救伯了 尤其是今儿我说这个三国书 三国者 中国第一部才子书 大伙都瞧有瞧过的吧 都没瞧过 那更好吧 简直这场太好看了 痛不多了 这我这石头就落地了 大伙基本都知道 三国才子书 老话说的好 叫少不看西游 老不看三国 为什么 老的老人啊 看三国越学越狡猾 越学越奸诈 其实三国的这部书呢 主要捧起了两个人物 头一个 诸葛亮 上知天文 下小地理 中通人和 明音阳懂八卦 小奇门之遁甲 运筹 唯我之众 学胜千里之外 自比管中 悦一之财 报夕为左 笑 风月为出 茅庐 先定三分天下 著名的龙中队 有能耐 这是其再一个 汉寿亭侯 关于 就是咱们这部书的 主人公 关二爷 关二爷 为什么说 到现在为止 人人敬仰 各行各 您瞧下 各行各业 都供奉关二爷 甭管干嘛的 包括这个 香港的黑社会 也供关二爷 但是香港的黑社会 和咱们这个 大陆供的 这关也不一样 哪不一样呢 这个香港 这个黑社会 供的关上爷 配红跑 那咱们那些 基本不是配绿跑 这是一点区别 关上爷 忠意 亘古一人 忠意千秋 有一副对的 形容就是关于的 上联是 胸弦得 地义得 得胸得地 下联 狮卧龙有子龙 龙诗龙有 这形容关于的 你看这人 身边全是能人 腾起一关于了 关于忠意 为什么会交朋友 对得起身边 每一个朋友 这个万人景仰 而且还留下两句话来 叫宁学桃源 三结义 莫笑瓦刚 一炉香 桃源三结义 大伙都知道 乌牛国马 上级苍天 下级黄土 哥仨仨一头磕在地下 亲哥们一样 对天蒙事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要上报国家 下安离树 兴服汉事 哥仨一头磕在地下 你往后听 关于为了刘备 好呢 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说 后世景仰 都敬佩关而已 这是宁学桃源三结义 莫笑瓦刚一炷香 瓦刚 您要听书呢 也是一个陶代书 隋唐演绎的故事 贾柳楼 四十六有一头磕在地下 异姓兄弟 这叫异杰金兰 找一个大香炉 有个大铜顶啊 我香都插在里边 对天蒙事 一块扯其造谈 建立了大国国 这个瓦刚山 奉这个混世魔王 称妙金为大摩天子 揭杆齐 但是这一歌 四十六个 说实话 各怀鬼态 您要是听这个隋唐演绎 有公主给您说隋唐演绎 您听听 窦心眼 别看歌四十六个 一头刻在地 谁跟谁都窦心眼 著名的 罗善斗 罗成 罗成 罗之境 还有就是善通 善行性 俩人斗了一辈子 到最后 您要听戏的话 梭武龙 罗成 夏令 煞 善行性 听戏的这个 您要听那个 花脸 球派花脸 唱这段 和憨唱 连离 就体现这个罗善斗 兄弟之间斗心眼 到最后 哥四十六个 为了各自的利益 瓦刚军 不干了 不干了 说一块扯其造反 说不干了 各位习主都跑了 到最后 这个 陈耀金 把自己的大摩天子 让这些李逆 为什么李逆救过他 李逆当了皇上了 这是大摩国 第二任皇上 但是李逆这人呢 贪财好色 不会当皇帝 最后 这点 将官全散尽了 只有一个人 就是王国党 叛兵三个狼 王勇王国党 王国党呢 跟李逆 是好朋友 点儿 金兰之交 这李逆当皇上之后呢 重用了王国党 使这个王国党的 报复和才华 得以施展 到最后 李逆呢 国也破了 山也亡了 没有人保护李逆 就是王国党 一个人单枪匹马 手中一条枪 保护着李逆 是且战且退 后边李逆 大兵追兵甚紧 追着俩人 俩人没办法 跑一个 且战且退 往前跑 西普遗路 也不知道跑到哪了 跑到一个这个山剑子 抬头一瞧 断密剑 断密剑 发了明慧了 为什么 李逆注定要断送在这个山剑子里头 断密剑 这俩没办法 后面大兵追兵甚紧 下山剑子里边 找路跑吧 跑到下面一看 死路 没办法了 这时候跑李逆边 大军赶到 你就在山剑子上 这哥俩 山剑子底下 乱剑齐发 这时候你哥俩在下面 怎么办 你上面换剑齐发 咱这没有闪 我不开 对不对 没办法 这时候敲出王国党的 会交朋友 舍命全交 什么叫舍命全交 趴在了李逆的身上 为李逆遮挡乱剑 好家伙 射得跟刺的似的 最后王国党 被剑射死了 李逆被王国党压死了 这是笑谈 哥俩确实都死在那个地方 您看 精细叫 这个断密剑 有这么一出 也是老生跟花脸的对戏 有时间您可以请一请 到后面大乱的唱枪 酣畅连离特别的好听 两句话叫 宁学桃源三杰义 莫孝瓦刚 一炷香 都崇拜官二爷 那么 关于为什么 那么受人景仰 说官二爷在敌军当中 能树立这么大的威望 得利于什么事呢 就是咱们今儿说的 囤土山约三世 打这开始 这个官公 降曹 一直到最后 古城跟大哥三弟相会 这一段期间 您听听官宇是怎么做的 在敌营当中 我降了你了 但是我所作所为 大丈夫行径 我对得起我们哥仨 乌游国马 上级苍天 下级黄土 对得起我们对天明事 您听听这段书 碰关于 要不然给您说这段定场诗 这个说书 都都有定场诗 滚滚长江 东是水 浪花 别乐 没错 浪花 淘寂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西洋风 薄化鱼桥 江柱上 观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 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 笑谈中 好 这看来我师傅说的还真没错 你搬着一敲这醒目 都有掌声 你怎么没呢 这朋友师傅 一段三国的卷首语 开篇语 话说天下大势 分酒必合 何酒必分 东汉末年 十常事 作乱朝纲 什么叫十常事 十个太监 这个东汉管太监的官称 叫中常事 十个太监 祸乱朝政 朝政日非 普天之下 哀鸿遍也民不聊生 这个大将军叫何进 老琢磨 这十个太监 干政这不是什么好事 自古至今皆然 太监专政 没有什么好事 想除掉这十个中常事 但是这个何进呢 有勇无谋 想不出主意了 于是呢 把这个文武群臣 招到自己的府里面来商议 怎么除掉这十个中常事 这个时候曹操出主意了 说这十个太监 阉人 手无腹肌之力 这好办 找一勇士 你甭说勇士了 大楼里面找一牢头 提着刀 进宫我这十个人宰了 这点事满完 于尽不敢 胆小 偏偏听了这个 袁绍的主意了 干嘛呢 请这个 董卓进京 勤贼 非得听这个袁绍的 那请吧 好家伙 把这个董卓请入京市 没想到 十个中常事出了 坏了 隐郎六使 邪天子以令诸侯 更加祸断朝杠 废了这个 太子刘邪 又立了陈刘王 叫刘国和 这是大汉朝最后一个末代皇帝 最后一个皇帝 这是董卓立起来的 祸断朝杠 这个曹卓一看这部城呢 引狼入室 想一主意 借献刀为名 欲刑刺董卓 七行刀 要刑刺董卓 没想到让董卓发现了 赶紧仓皇逃出京市 回乡 招兵买马 聚草藤粮 要讨伐董贼 曹曹自个儿 曹的您看 大军事家 大政治家 大文学家 乱世的萧雄自个儿 提笔 写了一篇 讨董习文 发出去 十八路诸侯 共讨董贼 这是曹操的功夫 袁绍 袁树 公孙瓒 西梁太守 马腾 十八路诸侯 都到齐了 这时候 北平太守 公孙瓒 手底有三元好汉 各位 咱们这个主人公 这就算是出场了 正式的在这个 三国这部书里面露面 头一位 请刘明为此选择 加入大树楼桑 二地新官兵女资源厂 家住山西 陀州 谢两县 三地 姓张 明飞 紫义德 家住 卓州 范仁俊 哥尔萨 这时候的刘备 官职很小 官居平原县令 不是他 这个 请他来的 这是谁呀 这个太守 公孙瓒 打马路过这个平原县的时候 刘备 给他践行 啊 这个之前呢 他们哥尔萨打过一仗 就是从破黄金兵百万的时候 啊 这小有名气 啊 公众大人 瞧 这三位 英明神武 尤其是后边这俩 好家伙 一看就是有名的上将 啊 这在这儿 一个马攻守 一个布攻守 啊 官居是马攻守 什么叫马攻守 骑着马 放剑 张飞布攻守 跟后边跑 放剑 啊 哥尔萨 你多倒 这多惨呢 你这好一看就是大将 走吧 跟我为国报效 领着哥尔萨 到了前线 头一战 温九斩化雄 关羽关羽 一战成名天下 二一战 虎劳关 三鹰战 吕布 各位哥尔萨 打人一个吕布 好 这个三国爱国 二十四元名将 叫一吕二召 三点威 四关五马 六张飞 各位听听 一吕 吕布 吕文侯 吕凤仙 跨下马 掌宫这条 方天化即 万人敌 挨着死 碰着亡 万夫不挡之勇 二赵 赵云 赵子龙 这时候 你说 这个三国这部书啊 就是我就琢磨 你说一吕二赵 这吕布跟赵云 到底谁厉害呢 三鹰战 吕布 哥尔萨 打吕布 一个 那赵云 七出七入 长万波 子龙救主 子龙能力不小 但是吕布跟子龙 子龙出世说吕布死了 哥俩没见过面 没打过 到底谁厉害呢 但是呢 就把这个 吕文侯 奉回头一位 一吕二赵 三点位 点位 啊 这是曹道 帐下一员 大将的首使 双击 也是万夫不挡之勇 几臣力猛啊 但是也是英明走势 死得太早 四官五马六张飞 第四个各位 才是官吕官兴长 第五个 马超马孟起 啊 那想当初呢 也是世代三鹰呢 想当初是 啊 西汉的时候 那是 东汉 东汉的时候 那是福宝将军 马元之后 也是 门多顾立 四十三公 家里 根种苗红 啊 这是马超 再往下 张飞张义德 第六 燕人张义德 不是燕 不是那燕人啊 燕赵是的燕人啊 张飞张义德 您各位琢磨过 吕布 跟点位 早死 剩下这四个也就是三国里面最有名的四元上将都在刘备首席啊所以说刘备这一辈子其实你要说这个啊他自己的这个誓言啊说要匡扶汉室其实刘备的这辈子刘备这辈子活的挺窝囊的真的您琢磨有名三国四元上将前四都在自己挥下听用后面还有您想还有黄中呢啊 黄中老将长沙老将长沙老将这五虎上将都在他上还有俩谋臣呢啊三国传言说沃龙奉处得二者得七一者可定天下刘备俩全有全在他自己手底呢沃龙诸葛亮诸葛沃龙奉处徐处徐安之洛峰托死了俩人都在他这儿呢啊有名的上将有名的谋臣都在自己仗下听用 八业未成死了 那刘备这辈子活的挺窝囊的啊但是刘备这辈子媳妇可没找去啊这这这是那刘备这个专业的光您您看三国啊正是这个记载有名有姓的啊五个五个啊这个甘米二夫人头了有一位下来甘米二夫人在下孙上香啊东吴孙权的妹妹孙上香 再往后还有一个啊刘缠刘缠这个继位之后奉为太后这还有一个正是败了的五个各位业余票也不算啊还有那就数不胜数了刘备这位挺关的刘关张哥萨三星战吕布啊古牢关切那一场大战打得热闹了你看吕布打了一天了这一天打下来最后这哥萨船底啊最后出来 好家伙哥萨跟着一通打最后张绮德枪挑了吕文侯紫金官吕布败回虎牢关啊这哥萨一战扬兵天下啊接着打完这十八路诸侯也是各怀鬼胎最后因为一颗玉玺四分五裂让董卓各个击破为什么打不过董卓啊全上的吕文侯方天化吉谁也打不过他 太勇了太勇了天下少有骁勇的战将啊十八路诸侯各个击破啊但是这个董卓啊还是邪天资以令诸侯这时候丁啊丁啊谁谁来这王对王允对王允王允谢家啊今儿是票信费的这白丁啊这个王允敲使连环祭 美人计啊美人计献出貂蝉貂蝉票了四大美人之一贷票了啊董卓你或者五一三道啊先把他送给吕布跟吕布拜堂上天转脸把他送给董卓了这也坏了吕布跟董卓这人俩呀奉一听吕布方天化吉刺死了这个董卓啊自己自立的王也造反了啊再往后三国更乱了 您听吕布更乱了曹操这边携天资以令诸侯啊各路诸侯天下各举一方啊这时候呢曹操也想承其霸业刘备也想承其霸业刘备这时候在呢他曹操手底下啊各路诸侯都想承其霸业曹操想到底想看看到底说天下有没有说能跟我抗衡的这个英雄 您听煮酒论英雄刘备要是刘备会演戏好那奥斯卡影帝去的这个英雄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跟刘备这边吃着饭喝着酒啊刘备说天下英雄曹某与刘公儿这刘备其实曹他就是一句戏言不是说真说你是英雄你琢磨天天跟家里种菜修身养性你能是英雄戏言没想到刘备一语种地这时候正好天上打了一雷 一雷一雷快乐掉地下了曹操一笑这事没有 但刘备一直就是空服汉室为己任写了一作文 臣情厉害派人送给谁啊袁绍原本初 袁绍接着这封信 不被作文写得太好文章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 奇妙而绝哉和写得太好 跟这个底下的谋臣商量打是不打曹操 袁绍好那家里四世三宫根正苗红 门多孤立坐英季青幽病 文有田丰这样的能臣 无有艳良文丑这样士之汉将 坐英季青幽病下下统带千军万马 有名的战将上千元那不可一世 一商量打不打打跟他干 发病 没打过曹操 曹操 虽说把董卓给击退了 但是呢 刘备跑了 跑哪去了 徐州 曹操心里也不痛呗 这时候也看着来了 刘备心怀鬼胎 要匡扶汉事 我得护肠刘备我一定要打 袁绍 但是袁绍他不放在心里 为什么 袁绍这个人呢 多疑 而且比较懦弱 原本上写袁绍姓多疑 袁绍啊 跟这个 把这个谋臣聚在一块 问寻语 问成语 还有这个国家 省人 都说袁绍不足为惧 现实中间 刘备 心腹大患 心怀 匡扶汉事 大业之志 这是咱心腹大患 一定要讨伐的 在哪呢 徐州 好 出去 好吧 徐州 这时候哥仨不在一块 刘备跟张飞在哪呢 在小配 徐州这城谁守 泥土俭庸 俩文臣 一市长一市委书记 跟这守着 关羽在哪 在夏批 不是关羽一人 还有谁 刘备的俩媳妇 甘比二夫人 托给这个云场 你给照顾照顾 一定要看好了 别露出 落着他人之手 别露出他人之手 和我再许一个 托付给关羽了 曹曹贺 百万雄师 带兵 带着这个 手下有名的上将 这个徐楚张辽 于尽月尽 夏侯敦夏侯渊 这都是自个亲戚 曹 曹红 带着 发兵 先打哪 小配 霸入途中呢 这个大军 正往前行呢 突然间东北来了一阵风 牙齐折断 不叫牙齐 有这个大肚齐 有牙齐 牙齐折断 曹曹勒马 生齐折断了 冰丞相 牙齐折了 曹子下马 你看 牙齐折了 把这个手下的 这个谋臣 叫过来 出师未竭 一仗没打 先舍一赶牙齐 不祥之兆 问问底下谋臣 什么意思 谋臣就说了 牙齐折断 风自东南而来 不主别事 今夜必有人来习赢 是不是这么回事 真是 刘备也是倒霉催的 我跟你说 在小配 你说你 好这 曹曹大军 跟自己玩命来了 你说你不问 弥助俭佣 跟张飞上呢 张飞 虽说是 粗中带戏 但是您说 跟关羽比 跟弥助俭佣比 那还差点意思 更何况 你跟这曹子手下 这次谋臣 循循循文弱 称这个 这个 承郁 承仲德 跟他们比 那还差点 给刘备说 大哥 今晚上咱 充赢去 半路截煞 刘备倒霉催的 信了张飞了 行 哥俩晚上 各领精兵五千 西营 曹子早就料到了 张飞 顶盔挂甲赵 高书带 端着杖拔蛇毛 冲入了曹营 挑开原文 进去一看 没有人 张飞进来高兴呢 和他说 他说 得是吧 没有人 一同厮杀 刚才说 这点人 全进了原文了 苍狼狼一棒 同国声音交碎 四下里 杀声震 喊声震天 火光四起 坏 中了埋伏了 跑吧 跑 门也没有 八面 八元大将 都是曹子手下 有名的战将 张辽 徐晃 徐楚 于尽越尽 夏侯敦 夏侯渊 有名的上将 张飞 打不过 张飞虽说勇 但是老话说的好 双拳难敌四手 豪虎架不住群狼 一个人打不过 这八个人 前折后打 左折右来 打不过 且战且退 刘备也一样 哥俩打散了 按张飞想的呢 我回徐州 回徐州 找弥珠捡拥去 好歹还有一城 回不去 后路给截断了 实在没办法 左撑右撒 也不知自己在哪 最后没办法 带着那么 十几个人 奔盲荡山而去了 这刘备呢 也是厮杀 你想刘备 双骨剑 他这能耐 你要说比 关云长张飞 那差点意思 对吧 他这能耐 要说跟那八元 上将比那 不在二五眼 你上去 不在二五眼 一下 整在二五眼 敌不过 好 你说刘备 势单力敌 刘备就不会请人吗 请了 请谁 袁绍 给袁绍 说这个 淘淘来 讨伐我来了 你得来帮我 袁绍没出兵 为什么呀 要是袁绍这人 说这个原文记载 袁绍就因为这件事 就写出来 袁绍不能逞其霸业 为什么 多好的机会 曹子 孤军深入 跑你身边来了 这还不打 没有 小孩子病了 自己儿子 得了这个 入疮 病了 抱着儿子 这窗哭啊 人来求救来了 我去不了 我儿子病了 这我哪有心思打仗啊 边上天空劝 这急不可施 事不再来 赶紧发兵 不停 那 最后没办法 但是呢 这个跟这个刘备说了 说如有一日 倘若刘始军 这个倘若刘始军 啊 你想一市啊 一市委书记 你跟军区司令员玩 那能打得过人家 直接弃城而走 也找六位去 剩下关羽 啊 到了这个啊 这个夏皮城 啊 这个曹涛说不打了 啊 三军停住 啊 乍下元英 不打了 为什么 肃爱关羽 曹涛爱将之痞 各位 您往后边听 啊 为什么说 有这囤土山约三世呢 关羽提的这条件 叫柯克 但是曹涛赵允 爱将之痞 爱与其生物与其死 我喜欢关羽这人 啊 您听这个 八上平那套 有一段关口 啊 说这个单间 啊 这个 这元小将 国会国家 不其靠 跨下国王马 手势亮银枪 实难一元 勇将 曹涛心有 爱将之意 喜欢大将 啊 为帅者 哪也不喜欢大将 就喜欢 就留着他们的命 我不杀你 我就想让你 归附我 他喜欢关羽 啊 这时候张辽 张辽张文远 丞相 文远 愿意 说说关羽 相扶 曹丞相 为什么 关羽对张辽有恩 想当初白马 这个白门楼 杀吕布的时候 这张辽当初是吕布的部下 啊 这吕布啊 后来自己 这个 起义之后啊 生性残暴 啊 最后让自己的部下 一叫宋贤 一叫魏絮 啊 偷了他的大几个马 也牵走了 道歉二辈 偷到曹涛张相 曹涛杀 不留 三姓家弄 一概不留 杀了 第二上张辽 刺死不 呃 誓死不降 啊 说曹涛汉贼 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誓死不降 曹涛杀 这时候关羽过来 成下 张辽乃忠义之事 不可轻煞 曹涛 剑都拔出来了 一听关羽说着 为什么爱关羽啊 关羽说话能不听吗 剑就收回去了 欧云查 我乃以他儿戏一番 亲自过去 绑生结了 爱叫 张辽贺 高兴 感激曹涛 从此曹涛杖下听用 啊 今儿呢 一瞧喝 关羽啊 我要试一说关羽 啊 但是边上文臣拦着 张辽辞去 跟他说文员辞去 必不成功 为什么 关羽 忠义之事啊 现如今 徐州丢了 啊 这个小配成 小配也丢了 剩下关羽跟着死守 还有俩 俩嫂子呢 你过去 劝降 他就能降吗 降不了 再说 你想劝降 现在不是时候 国家给处理主意 无有一计 一计可行 曹涛什么计 如此赞班 赞班如此 好 召集而行 刺者天明 啊 派了这个 这个几十个 残兵败将 啊 这都是当初 打刘备 打张飞的时候 剩下的 残兵败将 啊 到了关羽 城下啊 我们是这个 刘备 张飞手底下的 啊 现如今 打了败仗 特来投赢 关羽 没怀疑 开城 放下来了 啊 前脚 这几十个兵族 进了 进了城了 后脚 下河敦 逃兵骂朕 啊 这关羽这边 一问 怎么回事 你说 大哥 现在 下落不明 义德 也不知道去哪了 这现在 下河敦 讨地骂朕 来 高挂免战牌 免战不出 下河敦干嘛来了 就是为了引你关羽出城 不出城 来 三更让你我骂 呵 这臭骂先接下 关羽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好 太损了 再骂 两家祖宗 十八分都骂了 这个 这个夏侯敦 在这边 耀武扬威 接着骂 关羽赶紧出城 与我交战 再不出 我接下半本 关羽 还有下半本 得了 打马出影 打马出声 顶盔挂甲 赵袍书带 掌中横定这口 三厅巨石冷烟 青龙艳月刀 挂下黄标马 各位您听 现在还是黄标马 不是赤兔 为什么 赤兔曹子那呢 还没给他呢 现在还是黄标马 跟着夏侯敦打 夏侯敦涌 且战且退 国家跟他说了 切不可力战 把他引出小配 且战且退 二十余地 关羽 边打边左 哎 夏侯敦涌 边打边跑 跑出二十多里 心里明白 坏 中计 这叫吊虎离山之计 拨马 回小配 再回回过去了 徐晃 大幅的 拦住归路 跟徐晃打 打得过徐晃 边上那是小孝 放箭 乱箭齐放 关羽也没有闪 怎么办 又往回拜 这时候好 夏侯敦又过来了 哥俩一块打 边上这个小孝 人也多 关羽人少 单人独箭 从早上打到下午 真困马发 实在是 敌不过 所以我没办法 跑到一座土山之上 各位 土山约三世 跑到土山之上 站在土山远望 这个 下屁城好 火光四起 沙声震天 眼中似有金旗影 耳中油文 战鼓鸣 好像沙声四起 坏 成破了 二家黄嫂还在里面 各位 我大哥走的时候 把二家黄嫂托付于我 万一二家黄嫂 有个什么闪失 怎么办 就即便是死不了 受人欺辱 愧对大哥 上马踢到 往土山之下 杀过去了 小笑太多 乱见就给射过来了 冲沙头几回 实在下不去了 人困马发 打了几天了 实在受不了了 土山之上 远望下屁城 心里难过 挨吧 挨到天光放亮 哪一看 左右 还是那么些人 下屁城 这时候火级爆灭 光你心里 焦急 手握保健 看 手握点 光你漂亮 光你女 您上庙 瞧瞧 票行 身高95 绿袍金甲 丹凤梅 我才没丹凤眼 面是中枣 五六常然 你别看 打了外上 圆望下屁城 心里着急 就这时候 耳听得马挂 罗灵声响 哩喵喵喵喵喵 曹营 分开一条人互通 打对过 跑过来一匹战马 关羽赶紧的 赶紧上马 踢到我这刀起来 怎么着还要杀呀 没玩够是怎么着 来的谁 不是别人 张辽 张文远 张辽 打马过来 关羽提刀一条 张辽这 不是来打仗的 为什么 一位顶亏二位挂甲 一身长服 鸟着欢得胜风 鸟着欢得胜风 也没挂着大枪 就带一配件 马到切剑 甩钢立腰 下了马了 抱拳拱手 云长 别来无恙 各位 说话听声 罗骨听音 云长 别来无恙 没打仗 要打仗呢 拿枪点指 关羽赶修走 看枪 云长 别来无恙 关羽提刑 不是打仗来的 赶紧 抬腿 把这大刀挂上 甩弄林安下干嘛 文远 此来何干呢 莫非与我相敌乎 跟我打仗来了吗 云长修管 云长修管 来来来 坐下说 坐下说 哥俩走俩 找俩大石头 对坐 关羽得问呢 云长你干嘛 文远你干嘛来了 文远你们说了 特来报恩 你对我有恩 我来报恩来了 关羽高兴了 报恩来 那好赶紧 上马了保健 所以我杀入下笔城 别去 云长 非严 什么意思 什么叫非严 你我各位其主 我现如今 付宝我家丞相 岂能背叛丞相 说得也有道理 莫非你是来劝降关宝 非严 也不是 关羽不明白 不是来打我的 不是来劝强的 也不帮我 文远来此何干呢 文远干嘛来了 特来 禀报军情 就是国家跟他说的 去了就那 就在跟他说 禀报军情 先说别的 不说让他想好 不说 禀报军情 有何军情 来报我呀 现如今 徐州 丢了 小沛也丢了 你大哥刘备 刘玄德 三弟张飞张义德 俩人不知去向 生死未夺 现如今 小沛 也失陷了 但是我得告诉云长公 二家黄嫂 性命无忧 我们曹上下说了 保护二家黄嫂的那时候 宅院 任何人不得进去 骚扰二家黄嫂 我也放心了 哦 也罢 来 文远 你我弟兄一场 今日就算是 践行了 二爷您干嘛去 老话说的好 我是一城的守将 城在人在 城破人亡 城池已经破了 我身为守将 苟活于事 那像话 我要上马蹄刀 厮杀出去 即便是今儿我战死将场 我对得起我大哥刘玄德 对得起我大哥 文远一拉他这个胳膊 哎 云长 此 你难道不知道 这人死 有轻于红毛 有重于太山 你别看你今儿 跨马蹄刀 成匹夫之勇 你要厮杀出去 云长一死 有三行大罪 郭云长不明白 我这忠义之士啊 未全忠义啊 我死在疆场 如何背负三行大罪 大罪啊 张超说了 七 想当初你们乌牛国马 上级苍天 下级黄土 你们啊 对天蒙事 上报国家下安 离数 要匡扶汉事 跟你们大哥也说了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你今儿冲出去 外医要说 外医有个医 有个什么闪失 死在僵场之上 你对得起你大哥呢 现在你大哥是不知在的 躺着有一天你大哥要是再出来 想找你关于 你关于死了 你大哥怎么办 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知道你死了 自己 也自本而死 你对不起你大哥 此为不忠 关于听门 有道理 二罪呢 二罪为不孝 你从来不孝 有何不孝啊 文元讲来 想当初你大哥走的时候 把二家黄嫂托付于云长兄 现如今云长 两云将长 如果战死的话 二家黄嫂何人庇护 如若落入那曹营之中 任其凌辱 老话说的好啊 掌兄如父 老嫂比母啊 那就是你俩妈呀 你俩母亲落入敌营之中 云长公 此非不孝 你不孝 云长你听 有理 其最三呢 这是七最三 乃不义 什么叫不义 观察你什么人 国之汉将 好家伙 首都兵书 通晓战策 杀法 骁勇 身为大将者 上不能报国 下不能报军 今空有一死 你对不起你大哥 对不起天下百姓 此乃不义 三行大罪 云长 私之 甚至 云长你琢磨 有道理 不死不死吧 那现在下皮城 小费城已破呀 我怎么办呢 我不能在这待着呀 你给我想一辙 既然你是救我来的 你给我想一辙 我怎么办呢 云长 当下 有遗迹可行 文元将来 屈居 曹英 你这不还是让我 他偷降曹的吗 我都说了 是 是死不降 哎 云长公 屈居 曹英 不是让你降 委屈委屈 跟我们这先待着 这也是张辽 张文远的一片私信 你不能对不起曹 也不能对不起朋友 一个是主 一个是有 谁都不能对不起 既得满足曹的 得把官军长 带回曹英 还得对不起官军长 不能让你背负 背叛你大哥的罪名 怎么办呢 屈居曹英 先跟曹英待着 进得曹英之后呢 四处打探你大哥的下坡 找你大哥去 如果说你大哥死了 你想干嘛 干嘛我不拦着 说有朝一日 得知你大哥的下落 既克辞曹 片刻不留 带着二家黄嫂 找你大哥去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还有三变可行呢 其一可保 二家黄嫂 性命无用 其二 可等你大哥回来 匡扶汗室 其三 留有用之身 将来上报国家 下报大哥 三变 三变 关于听 有点道路 文远 胸有三变 云长 有三世之曰 各位 吞吐山 约三世啊 出来了 三世之曰 云长 讲来 这一 关某是 降汉 不降曹 投降汉 不降你曹操 别看你现在 你曹操是大汉丞相 你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我想曹 我不想 不是想你曹的 我是想大汉 大汉天子 张远一听 想汉不想曹 这不变着法的骂 我们家丞相是汉贼吗 先说第二件 第二件 想我大哥当初在这个 京都之时 以封为侯爷 今呢 我若想曹 需要按照我大哥的俸禄 照常发放 我得奉扬我二家黄嫂 没钱怎么办呢 照常发放 而且二家黄嫂 不得有人去惊扰 文雅一听 这好败 真是好大 这曹操 明如此 这三 关上第三点 最可可 我现在 投靠 曹擁 唐有一日 得知我大哥之下落 片刻不留 立刻死曹 千里寻凶 千里万里 找我大哥去 张照一想 这是男的 为什么 这是我跟你说的 可以去找你大哥 但是跟丞相的 你不能这么说呀 我为什么把你关羽 留在我的帐中 就想收服你关羽 刘备指是谁呀 贴心 我说 关张照 关羽是人才 这要收拢过来 霸业可成 唾手可得呀 为了就是你关羽 合着你知你大哥 赶紧过来跟我说说怎么样 啊 问袁先生 诚相 关羽愿意降草 快快有请 别着急 关羽有三世之约 哪三世呢 说来我听 这其一 关羽叫降汉不降曹 曹操一听 降汉不降曹 哦 就是 在我曹操 想的是大汉朝 这没关系 为什么 曹操心里有数 原文武记汉也 汉记武也 我就是大汉朝 大汉朝就是我 啊 你别看现在我是丞相 我一手遮天 皇上我得听我的 大汉朝没了我曹操 完了 武记汉也 晕了 赢了 这七二呢 关羽常说了 啊 要按照皇叔刘备的奉路 照常发放 曹操一听 这没问题 我给双份 双工资 这成吗 给双金 年底还有红包 有奖金 这成吗 多给金银 你往后玩复交 啊 这曹操代表你确实不错 上马一定金 下马一定金 十名美女 紧袍相赠 这是后闻出 我给双工资 这云了 文远 你来几次 第三条 张文远张不开口 为什么 第三条 戳曹操的心窝子 这条不好说 但讲无法 说不出口 你知道吗 哎 丞相 是那 关云常言道 他虽身在曹营 兴系刘备 唐有一日 得其大哥下落 尊 千里熊熊 既客思草 啊 曹总生气 张不啊 你干嘛去了 你是劝说 关云常言 哦 把他放在我的营里边 啊 保着他 让他找他大哥去 有早一日 知道他大哥在哪了 千里熊熊 既客思草 片刻不留啊 此 这第三条难点 官员长得太难了 张辽你答应他怎么回来 我还没答应他 回来跟您 不成 第三条不成 为什么要官员 就让刘在曹一 不成 张辽一琢磨 三条 这第三条不成 官员是死不详 这怎么办 这张辽家里当家也难受 怎么办 张辽这一路回来 其实也想好对策 报答官员救命之恩 自己心里找 早就想好对策 报权公主 丞相 您不知 欲让众人国事之论吗 张辽还拉一点过 欲让众人国事之论 欲让 这是一个人名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 是这个 晋国智博 坐下的门客 智博呢 当初凭了范氏中刑事 这欲让就是范氏中刑事家里面的门客 哎呦 这个 灭了范氏中刑事之后 到这个智博家里做门客 智博带着过国事的相访 众人国事 国事的相访 国家的国 智氏的事 国事相访 很高的代理 但是后来这个智博呀 被赵湘子所灭 啊 杀了这个智博之后 这欲让呢 没出去了 啊 心里感念当年智博对自己的恩情 发誓 我要刺杀赵湘子 啊 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刺客 啊 头一个金头刺秦王 最有名的 二一个 专注刺王辽 啊 还有这个欲让 刺赵湘子 啊 还有一个是这个 嗯 要一次庆祭 四大有名的刺客 啊 下决心 要刺杀这个赵湘子 想辙呀 想当初这个杀智博的时候 他知道我长成的模样 我得刺杀他 想辙 乔装改扮 然后自己的眉毛 头发全都刮了 七七身 那七七身呢 过去没有油漆 七七 黑了八戚 红了八戚 那个七七 涂了一身 好像浑身溃烂 长疮 整个这个面容全改变了 要刺杀之魔 哎呀 刺杀赵湘子 但是呢 他怕赵湘子认出自己 怎么办呢 想一辙 先回家 谁跟我最亲戚 我媳妇跟我最亲戚 看看我媳妇认得出来 认不出来 走到家门口 啪啪啪敲门 里边环沛叮当 出来一妇人 门门左右一看 二个战医药犯 祸 浑身溃烂 都没有模样 没刀本 没有没有 这谁啊 这是 预让 家里一碗 好几年大奶奶给点饭吧 岂不是一听 要预让吧 你怎么听出来是我 我的模样都没有了 你怎么听出来的 你声音没变呢 对 声音没变呢 这声音你变不了 再响着 找一块木头炭烧红了 声往下吞呢 好家伙 就为了爆打治国 知语之恩 声往下吞这木头炭 嗓音也晒了 再回家 找了媳妇去骗了媳妇 这回听不出来了 这回听不出来了 高兴 我还揣一把匕首 藏在赤桥之下 打听好了 赵襄子边边打马打赤桥而过 到了赤桥马惊了 你这这鱼上也倒霉催的 马惊了 赵襄子一琢磨 不对 有人行死 来四下搜来 又把这鱼上搜出来 这鱼上也倒霉催的 这个绑到这个赵襄子面前 绑着 宁死不贵 俩眼睛 瞧着赵襄子 赵襄子一瞧 你是鱼上吧 鱼上都哭了 不是你怎么认出来了 我这面也改了 好嗓音也变了 这沙哑 好这公鸭嗓 你怎么瞧出来的 眼神被变 当年你行死我的时候 就是这双利眼 今天还是这双利眼 这仇恨 没有消息 鱼上的 心死如灰 得了 今日落在你手 甘愿一词 不过我死呢 我死啊 死是死 但是你得把你这衣服脱下来 让我象征性的 看你几件 也算是报答至国之恩 我得象征的看你几件 啊 这个赵湘子就不明白了 就问他 说 也是泛事中行事的家人呢 啊 你不也是啊 抛弃了泛事中行事 后来到了智博家里面吗 现在我灭了智博了 像你这样人人之事 为什么不能像对待智博一样 再对待我呢 为什么呢 不明白 而这鱼上说了一句话 想当初 我是泛事中行事 那泛事中行事以众人代我 那智博以国事代我 我以国事代之 什么意思 泛事中行事对待我 跟众人无二 跟平常人一样 对我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对他 也是一般人 那你死了跟我没关系 智博不一样 智博代我 若国事相放 各位国事无双 这地位再过去 尤其在家人做门客 我以国事相待 那地位相当高 待遇也好 他以国事代我 我以国事相报 他奉我若 掌上明珠 奉我若坐上边 我对他 就得以死相报 他对得起我 誓死不详 得了 这个赵箱子 把一个托强 他砍了三件 相当性的砍了三件 自问而死 这就是著名的 遇让的 国事众人之论 张辽小典故 讲完了 曹导听的 剧情会尘 曹导明白 不傻 曹导心里是什么意思 你别看刘备 对关于好 跟清哥仨仨一样 一头磕在地上 刘备对着 那天高地厚之恩 丞相 你把他收容过来 你带着若国事相放 以国事的鱼对待人长 人心都是肉斩的 让他在曹导 你对他好不乱了吗 曹导对他天高地厚之恩 你对他比刘备还好 他不就忠心效劳于你了吗 曹导一听 事到如今 也只可如此 喜欢刘备 舍不得杀刘备 别看刘备条件苛刻 张辽说了 我对他好不就完了 好 就依文远之见 三条 赵云 回去 上座关羽 张辽起来高兴 边边打马 又回来了 不跟关羽说 三条 丞相都云了 云长随我回营吧 慢来 关羽还有一事 你有四件事 你早说不行吗 你早说 我一气跟你说了不完了吗 干嘛还什么事 快说吧 先让他退军三十里 我得先回去 见我二家黄嫂 把这事跟我黄嫂说明了 各位观众 奉嫂如母 这就关于仁义的地 你别看我说投降了 那不成 我二家黄嫂还没点头呢 我得先跟我嫂子商量上 大哥不在 嫂子就是母亲 跟我母亲商量商量 我嫂子要说行 那好 我投降 嫂子要说不成 真结点就不成 虽死由容 那得了 跟我嫂子一块死 先让曹军 退军三十里 我先进小配 我看我嫂子 怎么样 得 便便打马 回曹军 跟曹军一说 曹军心里 其实也不是很痛 这 态度 要求点高 但是曹军爱将 喜欢关羽 得 退军三十里 这边 好 这你想 十万大兵呢 那不是退军 不是那么容易的 好 假活 收拾行囊 行员大账 都收好了 投改委 没改筹 慢慢撤退 这时候张辽 到了土山市场 云长 你来看 看什么 十万大兵 投改委 改筹 已经开始撤退了 云长 进小配吧 云长 一天了 好点眼泪 跨马 踢到边边打马 进到小配城里边 赶紧 找二家黄嫂 推开门 二家黄嫂 关羽特来请罪 为什么请罪 成丢了 关羽 没进门 这就是关羽 仁义的地方 你别看 现在就剩 你们今儿俩 跟我一人 我不进屋 站在阶下 给二家黄嫂 请罪 报告 现如今 大哥早丢了 三弟也丢了 小配 也丢了 我跟曹 有三事之约 把这三事 跟二家黄嫂一讲 二家黄嫂一听 那既然如此 一切 任由关羽做主 一切都听你的吧 那以后什么事 那都听你的 不必问我等 女流之辈 二家黄嫂算是同意了 关羽高兴 算是暂且得活 在曹擁打探大哥下落 估计大哥死不了 为什么乱世英雄 估计死不了 见曹操 曹操高兴 带领文武两班 中将 出援门 迎接关羽 吹三通 打三通 关羽 迎进援门 赶紧中军保障 白酒 与关将军 接风洗尘 曹操心里高兴 关羽不尽 丞相 关羽有花眼角 还有什么事 四件事 还有第五件 不是 可知三世之约 咱们约了三件事 你知道吗 曹操说知道 这文远跟我说好了 提前都讲明白了 三世之约 关羽 唐唐唐 三件事 又说一遍 什么意思 当着何英仲将 文武两班 咱们这事得说明白了 关羽曹操打无赖不成 为什么知道 曹操是萧雄 不是英雄 万一打无赖怎么办呢 你不认 当着何英仲将 把这三世又说了一遍 曹操 赵长英语 当着何英仲将的面 把这三件事 又重新说了一遍 我应了 关羽高兴 携手揽慢 尽责大仗来呀 摆下酒宴 与关将军 接风起衬 酒宴摆下 退杯换产 当劲坐着关羽 这边张良这边关羽 呵 曹操美 打这起 关羽算是 屈居曹操 嗯 你往后听 上马一定金 下马一定您 国事之礼 代关羽 关羽 不相操 啊 这个 曹操 释出无奈 将千里宝马 赤兔烟之兽 送于关羽 关羽 关羽肠 欣然接受 啊 但是还是不想曹 曹操心里不痛 你说你收了我的宝马 良军 你好 这不像话呀 还不想曹 让张良又来问 啊 张良跟关羽说 关羽说了 说 我今即收得赐宝马 为曹操成相 必做几件 骑攻伪计 合着曹操心重将 你们谁也办不了的事 关于我能办 啊 必要遇几件 骑攻伪计 或是斩将国毛 或是攻城掠地 我得干出一件大事来 啊 报答你曹操这个 送了宝马的这个恩情 好 曹操高兴 嗯 这才引出来 白马托刺眼良 严金朱文丑 头词曹 二词曹 关于刀条书信 挂印封金 引出来千古的佳话 叫大乔 挑炮 谢谢